我们要用感恩的心活在这个世界上 就会让你消除烦恼 用慈悲心会让你消除称恨 用菩萨的佛心会让我们开悟人生 我们要记住八个字 智慧一生 寄生成佛 其实人生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 就是心理 因为一切都是从心理开始的 很多人以为我们是脑子 实际上心动了脑子才会动 脑子相当于一个指挥部 心理动了之后发出命令才能脑子接收 脑子是指挥你整个身体 所有的系统的一个肢体的一个性能 所以呢 心理最重要 心理想不通 你就会烦恼 烦恼了之后呢 你化解不了 你就越来越烦恼 所以烦恼时候呢 你会将你过去的伤痛啊 通通的挖出来 越烦越恼 越恼呢 越要去烦它 所以回忆起来呢 就会越来越生气 越回忆越难过 这就是我们生病的根源 所以我们现在的人 为什么火气这么大 就是一直活在烦恼当中 他没有一种解脱的可能 所以当他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他就是一直在烦恼当中 那么心脏病啊 忧郁症啊 恐惧症啊 等等这种痴呆症都会出现 学佛呢 真的是非常好 他主要呢 是让人想通 念经呢 就要把你的心理障碍念掉 所以用愿力呢 来改变人生 我们要学会放下 放下自己心中沉重的包袱 台长经常讲 做一个新人 就是要从什么都是新的开始 我们要忘记昨天好好地把握当下 放弃和过度的在人间的需求 你就会舍去执着 一个人 这个也要 那个也要 你就会执着 给自己一片纯净的天空 心中要无碍 咬不挂岸 这才是学佛人的心态啊 那么多 希望我可以继续 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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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